沈都不沈 叫醒醒了吗 松开 松开 容易 松永灵死了 从永灵死了 怎么死的 被人暗杀 一刀毙命 如意 如意你别哭 对不起 我错了 这事发突然 我没有向唐大人了解到 事件的真相 就拿一些物证 妄自揣测 昨天台师爷都告诉我了 臣兄是谁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如意 你 不会原谅我了 对吗 对吗 你没错 十个人 都会怀疑是我错的 撑不透 如今我可以错了吗 可以 你 你自由了 自由 我打出生期 我的生活里 生命里 都是从他人 他确实是利用过我 可他从之前还惦念我 他说了他要带我走 他要带我开始新的生活 我从今是真正把他当作我的父亲的 我从今是真正把他当作我的父亲的 可是他不是你的家人 他不是 你也不是啊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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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也因为这个事恨我 可以吗 我不恨你 我不恨你 你也不需要得到我的原谅 你去干吗 可作业林报仇吗 江小姐 你也不需要 请进 怎么了 宗大人 死了 这 这是 这是要放的预备 唐大人 唐大人真的好狠心啊 宗大人明明已经有意投避于他了 他竟然还是下了杀手 我一定要 替父报仇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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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大人 是不是就灌药死了呀 是不是傻呀你 没听大夫说吗 虽然这里面有大量的人参和枸杞 会让人虚火旺盛无法退烧 但也不至于马上死掉 咱们只要对症调药就好了 别哭听见没 回去也不许哭 你记住 今天跟你来拿药的事香瓜不是我 回去换药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姜牟川 看大人亲口喝下去 师爷 要不你跟我一块回去吧 有你在 我们就安心了 小飞龙 小飞龙你去哪儿了呀 看起来还挺精神的 我去哪儿了 谭玲音怎么样了 她呀 这已经跃越遇试了 爬墙上树 我都抓了好几个来回了 不过现在呢 还算冷静 没有和姜牟川英来 一定得保护好段方 不过这么折腾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啊 一定得保护我